好 我們來看到這一次後移訪美的行程 八天來說 幾乎是有點比照前總統馬英九的規格 展開他的訪美之旅 那麼他也巧遇了紐約市長 好 那看到這個關鍵人物現在也曝光了 這背後就是國民黨的副主席夏立妍 還有紐約當地的僑胞 也是僑社中華公所的前任主席于金山 兩人來牽線的促成 這個侯友宜跟紐約市長的一個巧遇 那麼另外呢 侯友宜也參加了 好 紐澤西這邊的一個僑宴 好 這個現場非常多人到這裡來力挺侯友宜 那包括了這個是見識專家李昌玉 他是力挺侯友宜的 他說 侯友宜的做人做事是值得效法 他是特地來表達尊敬跟支持的 好 那當然他也跟青年 在美國的這些台灣青年來展開座談 聊到兩岸啊 這個台海的問題等等 甚至呢 他還下廚喔 自己親自煮了牛肉麵 好 這個現場的氣氛是非常的融洽的 好 那另外看到的是美國聯邦的眾議員 小唐納德培恩 他說呢 他是非常喜歡侯友宜的 他認為說 他的演講是很振奮人心的 而且他也說 美國會一直跟台灣站在一起 好 這個是毋庸置疑的 好 我們就來看一下呢 我們的記者 在美國的第一手報導 廖多實際 然後吃起來Q彈 來團青年在紐約開的餃子館親自下廚 放開藕包的侯友宜喊在美青年開懷暢談 一聽到年輕人30多歲就想退休 大吃一驚 連老闆都插得上話 侯友宜跟年輕人零距離超清明 也讓年輕人打開新房 把心中擔憂一口氣說出來 大家也不想要有戰爭 大家看到烏克蘭之後就更加的害怕 民進黨執政七年 兩岸搞到兵兇戰危 為何還要兵役延長到一年 讓當兵的人越來越多 在美青年點破 美國人打的是這個主意 如果真的要派兵攻打 我覺得是不大可能 了不起就是提供武器 讓台灣人自己去跟中國對對抗 依照烏克蘭的模式 想像任何一個國家的人 都會不希望自己的小孩子 去為其他國家的人打打仗話 民進黨小美抗中造成兩岸緊張 侯友宜這回來到美國 就要讓大家看到穩定台海的決心 全美台灣同鄉會喬宴 不但五百多人歷請侯友宜 國際知名形勢見識專家李昌玉 也用行動表示支持 老校友侯友宜先生 來向他致敬 資歷 他的學歷 跟他的做人做事 是我們都值得效果 世界很多的問題 台海的問題 必須要一個非常會做事 敢做事 能做事的人 台海的安定 台湾的安全非常的重要 這是我優先 讓選總統要解決最重要的一個撤停 未來從風華民國的領導人 大概都很清楚 兩岸的和平 一定要好好地重新對話 交流 侯友宜在紐德西的這場喬宴 上面也出現驚喜嘉賓 也就是美國聯邦眾議院議員裴恩 同時她也表示對於侯友宜的演說 認為激勵人心 美国 國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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對 當然 侯友宜 訪美行展開短短三天 接連碰到紐約市長和美國聯邦眾議員 接下來幾天還會見到哪些官員 演令外界關注 記者謝侯如 林玄 美國紐澤西報導 好 我們繼續來看見侯友宜 在演講當中 也是來痛批綠營的兩岸牌的部分 那他說來美國主要是有兩個議題 有一個是希望美國行政部門和國會 可以多多來關注 台海和平穩定的議題 第二個是在經貿的問題上面 美國主導的印太經濟架構 可以多多來協助台灣 同時他說台灣在提升防衛能力的同時 其實是要不斷溝通的 全世界的領導人都有責任來避戰 那麼要讓孩子遠離戰場進入職場 他說不是反對說兵役延長一年 而是應該要進一步來提升全民的國防意識 後備軍隊的人數呢 要從34萬人要增加到71萬人 那這時候他就痛批說 綠營民進黨好像沒有教我們的國人 憂患一事 另外呢他接受了彭博還有紐約時報的一個專訪 他說會以實力來確保兩岸的和平 用交流來增進理解讓台海安定 台灣安全世界放心 這個是不變的目標 好同時呢他也在智庫當中的座談講到說 這個他說呢對於北京不會存有不切實際的期待 對此東華大學的教授潘兆明就說他覺得這句話是相當重要的 是重新來凸顯說國民黨親美友中的路線 另外中興大學的教授袁赫林點出了說這一串的談話 其實不只塑造了後遺他是一個和平維繫者的形象 同時也是讓美國放心不會因為他的當選讓台美關係產生變化 胡友宜這次他在對跟美國的說明裡面 第一個很清楚的說明國民黨是一個和平的一個維繫者 那因此對胡友宜來講他必須非常清楚明確的告訴美國 對針對對一個國民黨的總統候選人 他應該採取什麼樣的態度跟立場 對中國大陸不可以有太過天真浪漫的想法 這是正確的因為不管兩岸關係怎麼去定位他 對對方一廂情願的想法一定是造成自己可能是很大的挫敗 但是我們務實的對待兩岸關係 我覺得這是一個比較台灣民眾都可以接受的一個立場 對兩岸關係的交流必須要強調台灣的安全 但是另外一方面也要降低台灣可能因為戰爭造成的風險 關句話講他既做一個兩岸關係的平衡者 也做一位兩岸和平的一個協議者 所以我覺得胡友宜只是讓美國人放心說 不會因為他的當選讓台灣對美的關係有出現明顯的變化 是和平歌還是和平音 那基本上前面那個重點才是一個重點叫做和平 但是胡友宜呢重新再把這個路線呢其實再把它凸顯出來 重點就是要讓一般的民眾不要有誤解說 國民黨呢他是精忠的 其實不是這樣子 在國民黨的路線裡面呢其實在馬政府時代 早就已經很清楚的了解是親美有忠 他為什麼會提到這句話是非常重要的 就是台灣不應該對大陸有不切實際的想法 意思就是說蔡政府呢一昧的想要用親美抗中的路線 甚至是台獨的路線 想要去獲得中國大陸一個和平穩定的一個相對應的回應 那是不可能的 好我們來看到呢最近的民調有一些什麼樣的訊息傳出來呢 看到這是美麗老電子報第40波 針對總統大選的一個追蹤民調 那看到賴清德呢支持度35.2% 位居第一后以20% 柯文哲是17.5% 那看到民調專家戴力安的分析 他認為說呢侯友宜跟柯文哲其實現在並沒有所謂的老二老三的差別 那自從第17波追蹤民調一直到現在 在第40波了 還是呢呈現一個捲麻花的一個態勢 而在四組人的情況之下 侯家科加第四組人選呢有高達47.8% 好大概就已經接近一半的選民數了 所以現在感覺 菲律的盤勢目前在擴大當中 那看到啊美麗島電子報董事長吳子嘉他分析 他說其實賴清德的選情好不好 好跟柯文哲跟侯怡都是無關的 他說賴清德的選情會不好 一直呢看到35%沒有辦法突破他的那個天花板 那是被彈的這個議題給拖垮了 他說呢彈如果繼續燒下去的話 賴清的選情還會更差 同時他說今年總統大選呢最後會有一組人出來要打一對一的一個選舉 那因為柯文哲也非常的聰明他認為說單獨是已經不可能當選的 所以他也預測說藍白河一定會成功 那看到文化大學的教授紐澤勳他說呢 侯怡不美的表現這個也會影響到藍白河做的一個天平 他說呢侯怡的民調如果顯著的拉伸 那有機會來建構藍白協商的一個主場 但是如果說沒有辦法達標的話 那柯文哲就可以維持藍白和這個相當程度的談判優勢 如果到時候藍白整合的話恐怕國民黨要拿出更多的資源 好現在看到侯怡呢到美國去這個八天的行程 那麼其實巧遇了這一位呢是這個同樣有這個紐約 這個他是退警的背景也是警察出身的 好現任的紐約市長亞當斯跟他來巧遇 兩人就互道加油啊打氣並且預祝成功 那前立委郭正亮就表示說這場巧遇是有很大的人為力量來促成 這不是錢就可以買得到的 國民黨經營美國的自然人脈是比民進黨還要深遠 其實國民黨經營美國比民進黨要深 因為時間比較久 應該是說比較久了 現在不敢說比較深 那個深就是 民進黨執政七年主要就是靠錢嘛 那還有那個美國在反抗 自然人脈比較深遠 自然人脈比較深遠是國民黨 對是國民黨 據我了解夏立元也有跟著去 那夏立元在紐約有很多熟人 那事實上本來沒有這個沒有這場 沒有這個行程嘛 那後來是大家說是巧遇嘛 巧遇中也是有人為的力量 有用了一點力這樣 不是一點力是很用力 因為一直到最後才確定 但是正亮你要特別說 這個並不是用錢可以 不是不是錢 可以動人的 而且真的就是永萍講的 就是講到都是警察 那他有同感 有信心相喜 就是在這裡有了一點興趣 就是說同為警察的台灣最大的市長 他就很有興趣 不是而且我覺得包含他那個時候的 那個林靜心事件 那些事情如果講給他聽 他就會知道說 這種可以跟匪徒拿著槍對峙 然後親身卸了槍一個人進去 這些事情會感動同為警察的人 其實同為警察當大都市的市長 也不多見 是 所以我覺得他大概就認為說 這個緣分不錯 所以就 可以碰一下 就構成了這一個畫面 這一場的巧遇 太陽星全校克肺爾益生菌 我吃了兩三天 最明顯的感覺是睡眠品質 竟然變好了 睡得好 讓我整個人工作更專注 心情也變得更穩定更好 因為太陽星全校克肺爾益生菌 才讓我認識到克肺爾益生菌 它是由多汁菌種和益生菌組合而成 不僅能夠維護消化到機能正常運作 還擁有多種有益健康的保健功能 相當強大 你知道嗎 有台大教授專門研究它 稱它是神仙的禮物 上千篇的國際研究證實 克肺爾益生菌 不僅幫助腸道健康 腸道菌透過腸腦軸影響全身器官 所以維持腸道菌從的平衡 是解鎖身體健康 精神健康的鑰匙 對幫助睡眠維持好情緒真的很有感 也因為這不是藥 有季節敏感代謝困擾 關心惡性細胞風險的好朋友 選擇太陽星全校克肺爾益生菌 做好日常的保養 身體健康沒負擔 每日克肺爾時刻美好 Bootfeel feel good 請上快點購健康下單 輸入我的推薦代碼 有額外的選口 拜託